各位朋友大家好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取次花葱缆回故 半缘修道半缘君 这首诗呢 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 特别是在我们情斗初开懵懵懂懂的时候 这首诗呢 是被引用的非常多的 通常来说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们都会以两种身份来收到这首诗 一种身份呢 是这首诗发自于你的恋人 他是想告诉你 你就是他心中的那片海 那片瑰丽的乌山之云 他非你不娶或非你不嫁 再一种身份呢 就是在你向你的心仪之人 表达了你的爱慕之情以后 收到了这首诗 这就等于是告诉了你 你不是他心目中天上的那片云 而是每天早晨起来 都会从地面生腾起来的那股 甚至掺杂着大饼和油条味道的雾气而已 或者你也不是他心中的那片海 你不过是他家中的那条小河 时有时无 干巴巴的 这时候气氛就变得比较尴尬了 那么你该怎么回复呢 如果仅仅是这样回复 不好意思 不知道这个座位已经有人了 那我下次来早点 麻烦你有空座的时候通知我 这样呢 就显得有点没文化 有点粗闭 或者你可以用一种更文学的方式来回复 比如说 你也以诗句来作为应答 你可以说山崇水赴一乌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过这似乎有点引诱的味道 或者你还可以说陈州策畔千帆过 柳树前头万木春 这话听起来呢 似乎有点损 有点咒人不详的感觉 或许你可以更加挨玩一点 满木河山空于恨 落花风雨 更伤春 何不吸取眼前人 这首艳书的换西沙 或许能为你迎来今后更多的机会 当然了 你也可以抛弃那些繁门辱节 只是要表达你坚定不移的决心 你就可以说 神归随寿 悠有净时 这话呢 就是比较狠了 有一种要和你的情敌拼谁活得久的决心 上面呢 只是有感而发 跟大家开个玩笑 不过这首诗呢 在我上学的时候确实是被经常的引用 之所以被引用呢 也是在于这首诗它本身的魅力 它不仅是表达了真挚的情感 而且呢 又非常的直白 所以呢 赢得了大家的喜欢 但是一提到这首诗的作者 袁枕 很多人呢 就不禁会皱起了眉头 甚至是满脸的臂翼之色 有的人甚至会说 袁枕就是一个渣男 是一个唐朝版的大猪蹄子 那么袁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到底有多渣 或者说他到底是不是个渣 今天呢 我们就来聊聊这位千百年来被人议论纷纷的袁枕 袁威之 上期咱们谈到白居易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 白居易呢 是一个妥妥的汉人 他身上并没有什么胡人的血统 但是袁枕不一样 袁枕确实身上具有鲜卑人的血统 这点是无容置疑的 袁枕的先祖是五湖十六国时期 代国的开国皇帝 拓跋十一剑 代国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他是五湖十六国时期的一个小国 后来是被前秦所灭 前秦覆灭以后 拓跋归又率领族人复国 并改国号为魏国 这就是历史上的北魏 再后来 北魏校文帝拓跋红推行汉化改革 把几乎所有的鲜卑姓氏都改为了汉姓 其中他们拓跋族的皇族这一支就改姓为元 因为元就是首先最初的意思 而拓跋世中的数族就被改为了其他姓氏 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长孙 唐太宗时期的太后长孙皇后和他的哥哥大臣长孙无忌 都是拓跋世数族的后代 同时被改的以前的胡姓呢 还包括像独孤后来改成了流姓 还有不溜胡式改成了陆氏等等 大陆有个明星叫陆寒呢 他的这个陆姓 其中的一部分也是源自于显卑的姓氏 为什么说是其中的一部分呢 因为很多显卑姓是转化过来的汉姓 这些汉姓的以前就是汉族中的大姓 比如说流姓或者是元姓 所以呢 不能简单的只根据这个姓氏就判断他以前是否具有鲜卑族的血统 这还要考察很多其他的因素 不过元枕据史书记载 他确实是出自于鲜卑族的皇姓 拓跋世 元枕的父亲呢 在唐朝的时候不过是一名中级的官员 他的母亲出自于形阳正式 也是唐朝的五姓期望之一 不过元枕在幼年的时候就丧父 他们家里的生活马上就进入了窘况 他母亲正式就靠着给别人家缝缝补补 来供元枕读书 元枕也是不负其母所望 又加上天资聪颖 很快就通过了明经考试 而且又通过了上集我们提到的朝廷的智举考试 并且是考取了第一名 当时和他一起参加考试的 还有一个他一生的朋友白居易 元枕出众的才华很快就引起了当时朝中担任经兆尹的维夏卿的注意 维夏卿在历史上一向以识人善用而著称 在后来他担任东京留守的时候提拔了不少新人 其中就包括大诗人刘雨昕 维夏卿认为元枕的前途不可限量 所以他就把自己最疼爱的幼女维从嫁给了元枕 这本来是一桩在当时来说最正常不过的婚姻 那些名门望族们通常会采用这种方式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投资 元枕本身的才华也确实值得他们这么做 但是呢 这桩婚姻到后来竟成了元枕的第一宗罪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在元枕考取功名之前 他曾经写了一本小说叫《莺莺传》 这本小说经过元朝的王石府的改编 后来就成了大家都熟悉的《西乡记》 剧中张生、崔莺莺和红娘的故事相信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 在元枕的这部小说里 张生是在进京赶考以后 认为崔莺莺是个妖 自己又镇不住 所以就断绝了以崔莺莺的往来 等于是始乱之、终弃之 后世的一些人 包括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 比如说陈音阙先生或鲁迅先生 他们都认为元枕就是剧中张生的原形 元枕这部小说写的是他自己的故事 这样元枕最后娶了京中大元的女儿 就变成了始乱终弃、攀附权贵 可是元枕从来没有说过这本小说说的是他自己 后世的苏氏也认为书中的张生实际上指的是元枕的表弟张介 而且据元枕的好朋友白居易说 元枕在与伟从结婚之前确实有一段可被称作初恋的感情 但是并不是崔莺莺 这个女孩呢叫管儿 应该是元枕结实的一名歌姬 但是两个人的关系一直是发胡情、止于理 更多的是元枕的一种暗恋而已 再者说元枕呢也曾经把《莺莺传》这本小说 当作自己的得意之作 在他去干业那些文坛上的大佬们的时候呢 也请他们来进行评鉴 所谓干业呢就是在唐朝的时候文人经常采取的一种提高自己知名度 为了自己今后的科举考试做舆论宣传的这么一种手段 因为在唐朝科举考试呢还没有实行宋朝时期的胡明治 就是考官知道考生的名字是谁 所以这时候考生如果在考官心目中留有一个好的印象 那对他的科举考试能否成功是非常的重要的 这也就是唐朝的很多还没有入室的文人经常采取干业的原因 那么既然想给那些文坛大佬们留下好印象 元枕又怎么会拿一本抹黑自己的作品来去给这些人看呢 这岂不是适得其反 而且书中的崔英英是出自于武姓期望之一的崔氏 是一个远远大于伟夏清家的经兆伟氏的这么一个家族 所以元枕又怎么能说得上是攀附权贵呢 最大的权贵应该是崔氏而不是伟氏 陈英雀先生是根据元枕的一首诗中提到的曹十九 陈先生认为曹十九是曹九九的误写 而曹九九呢在古音中又和英英非常的相近 所以呢据此就推断元枕说的曹十九实际说的就是崔英英 这样的联想呢不免让人觉得有些牵强 但是也是因为有陈英雀和鲁迅这样的大人物为这件事情做背书 所以元枕使乱中气抛去崔英英的这顶帽子也就算是坐实了 我相信元枕在同意娶伟从为妻的时候一定有他关于自己政治前途方面的考量 但是这又有什么错呢 毕竟当时男未婚女未嫁 毕竟是你情我愿 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一个人 又怎么能够上到被道德审判的地步 娶了伟从以后元枕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中的官路上的迅速升迁 他最初的职位呢是和白居一样做了秘书省的教书郎 纵九品 再后来他母亲去世叮忧了三年 回来以后才得到升迁担任了监察御史 那也不过是一个八品的官员 虽然说在自己的官路上并没有得到来自伟家的更多的助力 但是元枕一定会对自己的这桩婚姻非常的满意 因为他的妻子伟从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妻子 但是很可惜 这一段他们两个人都感觉很幸福的婚姻 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到了元和四年 也就是公元的809年 年仅27岁的伟从因病去世 元枕后来是官至宰相 但是在这之前的那段最艰苦的日月 那七年时间 是他的发妻伟从陪他一起度过的 在元枕日后所做的浅卑怀中 描写了当时他们生活的状况 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故我无一搜金夹 倪他姑久拔金差 什么意思呢 是说伟从看到元景冬天了还衣着丹薄 所以就从自己陪嫁的衣箱里找到合适的布料 为元枕裁制东一 元枕是一个文人 平时呢 喜欢跟文人们一起喝酒唱喝 所以呢 酒局饭局一定是不会少 当时元枕的官级并不高 薪资呢 也非常有限 再加上他有一段时间呢 是在丁幽 丁幽期间朝廷是不发薪水的 所以他们这个小家庭的经济就陷入了窘况 那元枕和别人吃饭喝酒 总不能老让别人掏钱 当需要他买单的时候 又囊中羞涩 所以就泥他姑酒 泥意思呢 就是泥 简单的说就是撒娇 就是央告他的妻子伟从 给他一些钱 让他能够请朋友们吃饭喝酒 伟从看着自己面前这个大男孩一样的丈夫 一面假装的颠怒 一面呢 又拔下自己头上的金钗 让他去换酒喝 最后两句是 今日奉钱过十万 与君迎殿赴迎斋 意思呢 就是我现在已经奉钱过了十万 但是你已经不在了 我所能做的 不过是频繁的为你做一些法事 超度你的亡魂 也算是能为自己换得一些安慰 另外还有浅悲怀之二 昔日戏言今后事 今日都到眼前来 衣裳以施行看尽 针线尤存未忍开 上想旧情连弊谱 也曾因梦送钱财 承知此恨人人有 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首诗呢 大概就是说以前呢曾经在一起开玩笑 说将来死后会怎么怎么样 没想到忽然之间就已经成了现实 你以前穿过的那些衣服 我都不忍丢弃 都送给了家中的婢女 看他们穿在身上的样子 就仿佛看到了那时的你 有好几次在梦中梦到你 担心你在那边会手头拮据 所以呢经常是一早起来 就去给你烧纸钱 我知道像我们这样阴阳永隔 这样的悲情很多人都会有 但是一想到我们身处贫贱之时 所经历的那些事情 真是百样的事情 有百样的悲哀 更加的使我伤怀 这三首浅悲怀呢 有人认为呢是创作于公元811年 也就是围从去世的两年以后 还有人认为呢创作时间更晚 大概是在唐木宗时期的公元82年 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于后者 因为诗中提到了 今日奉钱过十万 而在伪从去世两年以后 原诊的俸禄应该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所以应该是更往后到了唐木宗时期 当原诊位居高位的时候 才写下的这三首浅悲怀 那时候的原诊已经经历了一个妾室 而且那时候身边已经有了另外一名妻子 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他的诗中读出 他对王七的那份思念和感恩 那首《快智人口》的《黎思》 就是最开始给大家读的那首曾经沧海难为水 是创作于原和四年 也就是伪从刚刚去世的那一年 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 原诊还写了另外一首诗 我个人觉得甚至比黎思更加的感人 这首诗是这么写的 半课消愁长日饮 偶然成性便熏熏 在王七去世以后 我有时候戒酒消愁 一有机会便会把自己喝得鸣顶大醉 怪来醒后旁人气 醉里实时错问君 是说我喝醉以后呢 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旁边的人在哭泣 我忙问原因 你们为什么哭呢 旁边的朋友们告诉我 他们听到了 我在梦中呼唤着你的名字 其中一个错字可以说 道尽了无尽的心酸与怀念 从这几首道王诗中 大家应该能够看出 原诊所表达出的情感 并不是那种虚无缥缈的 简单的我想你呀 我爱你 那些虚幻的东西 也不是为普辛辞强做仇的 星星作态 我们应该能够看出这些诗中所蕴含的那些真实的情感 来自于他和他的妻子曾经经历过的那些真实的生活 所以这些诗也就更能唤起更多人的共鸣 而成为千古流传的绝唱 我们很难相信写出这样真切情感诗句的原诊 竟然会是一个烂情之人 那么原诊是怎么成了烂情之人呢 这个故事还是要从原和四年 也就是他的妻子维从去世的那一年开始说起 在这一年 原诊是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到东川 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省东部 去调查一起涉及到前节度史严厉的贪腐的案 据芸汐有意记载 这本书呢是在原和四年以后的六十年 也就是在唐喜宗时期 由当时的文人范述写的一本笔记题小说 据这本书记载 在原诊在东川查案期间 他劫持了当地的一位有名的歌姬 他就是薛涛 说起这薛涛啊 他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他被称为唐代的四大才女之一 另外的三名才女分别是李治、余轩姬以及刘彩春 这四大才女其中的薛涛、李治、余轩姬都是女贯人 什么叫女贯人呢? 女贯人呢指的就是女道士 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女人是不带贯的 只有是女道士才带一个皇冠 所以呢很多人就把女道士称为女贯人 这四位才女呢 在当时都是非常具有诗歌方面的才华 像李治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八治》 至近至远东西 至深至浅清晰 至高至明日月 至亲至书夫妻 可以说写的是颇有深意 李治后来因为曾经写诗赞美一名叛将 最后被唐德宗绑杀 另外还有一位更加有名的叫余璇姬 他曾经被大诗人温婷云介绍给了当时的状元李毅作为了妾室 后来呢又被李毅抛弃 自己就在贤衣冠出家做了道士 并在道观中打出了以诗会友的旗号 因为他长得是颇为美貌 而且又有诗歌的才华 所以就引来了诸多的文人去他的道观 去吟诗作对唱贺饮酒 在唐朝有很多的道观 而且还有一个奇葩的现象是什么呢 在唐朝的时候女道士比男道士还要多 好多女道士并不是在观中潜心的修道 而是行一些苟且之事 当然并不是女道士都这样 有很多女道士还是真心目道的 比如说唐玄宗的亲妹妹玉珍公主 以及李林甫的女儿 当年李白还特意去深山去寻访李林甫的女儿 想向她讨教 但余璇姬明显是不在此列 她有她的所图 后来有一次余璇姬吩咐她手下的一个婢女叫绿翘的 说有一个重要的客人要来访 一会儿她来的时候啊 你告诉她我在哪就可以了 后来余璇姬左等右等这个客人也没来 然后她就问那位婢女绿翘说客人来了吗 绿翘说客人来了 我就告诉她她不在客人没下马就走了 余璇姬因此就怀疑绿翘与这位客人有私情 觉得她已经跟绿翘说了 让她告诉我在哪就可以了 没想到绿翘并没有这么说 后来在审问绿翘的时候呢 两个人又发生了口角 余璇姬一怒之下就杀死了绿翘 把尸体还潜埋在来灌中的后院 后来当地的一位官员到他灌中饮酒的时候 截手的时候发现有一块土地上上面落满了苍蝇 所以呢就觉得很奇怪 后来经过进一步的探查 就发现了绿翘的尸体 余璇姬就被抓起来了 被判了死罪 在这四大财女中 财名最盛的应该算是薛涛 薛涛呢本来是长安人 他也曾经是官宦之女 后来家道中落 没办法就入了越籍 因为他颇有文采 而且又非常的美貌 所以他的方名很快就在文人圈中流传开来 他先是被当时的四川的节度使包养 还帮他拖了越籍 成了在四川欢场中的红人 按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当时有名的交际画 另外有必要说一下 说薛涛当时41岁 这是所有关于薛涛年龄说法中最年轻的一种说法 另外很多专家也考证出了他另外一个年龄 他当时应该已经是50多岁 而袁枕当时的年龄准确无误 确实是30岁 当时袁枕见到了薛涛以后是觉得相见恨晚 两个人很快的坠入情网 在一起厮守了三个月以后 袁枕回到了长安 在那以后他们之间还有一些诗歌的往来 但是袁枕并没有兑现当初他对薛涛的承诺 而是负心而去 留下薛涛一个人终身未嫁 只为等待袁枕 这也就是现在坊间流传的关于袁枕的第二宗罪 那么真的如此吗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故事的出处 刚才提到了 这个故事出自于范树的芸汐友谊 这本书是一本标准的笔记题小说 其中还写了很多有关神鬼的故事 而且在关于真人史实方面也有很多很多的错误 还有关于安禄山的出生地 王昌龄之死等等 后来都证明严重违反了事实 而袁枕与薛涛的这段情史 在其他的书中并没有记载 也就是说芸汐友谊是记载这件事情的孤本 没有旁证 在以后宋朝的一些笔记题小说中 也提到了袁枕和薛涛的这段情史 但是也都是出自于芸汐比异 没错 在网络中流传的关于袁枕与薛涛的种种情史 都是出自于这本漏洞百出的笔记题小说 在所有的正史中并没有相关的记载 当然了也许是正史不屑于记载这类的小事 那么我们就来分析分析 当时袁枕有没有可能跟薛涛发生这样的故事 首先是空间上不对 袁枕查案的地方是在东川 而薛涛是住在西川 现在的成都 并不是说两个人想见面就能见面 当然了三四百里路也没有那么远 花上个一两天时间总能到了 不过那时候袁枕办案都是在东川 如果他是去西川去见薛涛的话 那肯定是穆薛涛之名专门去登门拜访 不过据芸汐有意记载 袁枕和薛涛见面是有人从中撮合 是当时一位无姓的官员把薛涛接到了东川与袁枕见面 而据史书记载这个所谓的无姓的官员在第二年就升为了丞相 而在袁和四年这一年 这位无姓官员并没有在四川 即便他在四川的话 我想再过一年就是宰相的人 也不可能为一个八品的监察御史去找女人做这样的事情 也有人可能说 毕竟当时袁枕是监察御史是查案的 所以把薛涛接来可能是一种社会 不过那时候薛涛可是西川的节度史为稿的女人 而西川和东川虽然都在四川 但是呢是受不同节度史的节制 袁枕那时候要查的是前东川节度史的案件 和西川节度史毫无关联 而西川节度史作为朝中的二品大员 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女人去为自己不相干的事情 去侍奉一个八品的监察御史呢 还有书中提到袁枕跟薛涛相处了三个多月 如交四期,日日如夫妻般的住在一起 但是根据史书记载 袁枕在东川一直是忙于办案 而且他还不是在东川一地 他是经常往返于附近的州县 去审问当地的官员 他实际在东川办案的时间 加起来也不过只有一个多月 再有这本书还记载 袁枕回到京城以后 还与薛涛保持着书信往来 两人还以诗歌相互的唱和互诉中长 但是有意思的是 所有这些唱和之诗 不管是薛涛所写 还是袁枕所写 并没有出现在他们各自的诗歌文集 而且在薛涛的诗中 还提到了他的情人的戎马之诗 而袁枕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 从来没有过戎马生涯 所以有可能薛涛这些诗 根本就不是写给袁枕的 因为诗中从来没有提到袁枕的名字 而袁枕有一首诗确实提到了薛涛 但是有诗歌大家评价这首诗过于的奇力 格调并不高 再者说了 即使是二者之间有过一些诗歌的唱和 这对于当时的文人来说 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毕竟二人当时都是有名的诗人 这本书还继续说 袁枕在抛弃了薛涛以后 又和四大才女之一的刘彩春勾搭在了一起 最后也是抛弃了刘彩春 逼得刘彩春投井自杀 这也就是袁枕所犯下的第三种罪 刘彩春并不是女贯人 她在当时社会的地位 应该是非常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顶流艺人 就是一言不合就上新闻头条的那类艺人 她特别是在浙东地区是非常的有名 她和她的丈夫一起组织了一个戏班 四处的巡演 袁枕当时是担任当地的刺史 所以呢一定是看过她的演出 对她的演出也确实写诗称赞过 但是并没有任何记载说袁枕与刘彩春有染 在网上我们还经常看到这样的文章 说别看袁枕的道王词写的如此的情深意怯 但实际上她的妻子尸骨未寒 她就在外面娶妻纳妾过得是好不快活 实际情况是这样 袁枕从东川回来没多久 妻子唯从就病逝了 袁枕的事业上也遭遇到了坎坷 她被贬到了江陵 之所以被贬的原因 也和她在东川查的这起贪腐答案有密切的关系 通过原诊认真细致的工作 查识了前东川节度史严厉 为止增负 而且还侵吞了东川88家家庭的私有财产 这88个家庭中的很多人最后都不得不卖身为奴 这起案件最后受到惩处的不仅仅是前节度史严厉 而且还包括了东川大大小小的很多官员 而严厉在朝中的同党也因此非常的记恨袁枕 这也是袁枕被贬的原因 但那88个家庭的私有财产最后还是全部被返还 88个家庭重新获得了生机 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袁 来纪念袁枕 纪念袁枕为他们做的这一切 袁枕和伟丛生有五个孩子 但是有四个孩子都过早的夭折了 只留下了一个小女儿 袁枕被贬到江陵以后 因为水土不服 而且又因思念亡期夜不能味 人变的是行销鼓励 他每天处理公务之余 还要带这个年幼的小女儿 很明显袁枕并不是一个善于料理家务的男人 所以他的日子过得是非常的烦乱 这时候呢 他的一个好朋友叫李景俭的 觉得他不能这样过下去了 于是呢 就介绍了当地的一个平民的女子叫安先贫的 做了袁枕的妾室 所以袁枕这时候那妾并不是说他怎么好色 而只是为了照顾他和伟丛所生下的这个小女儿 安氏陪袁枕度过了四年的时间 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叫袁京 四年以后安氏也撒手人寰 虽然说袁枕和安先贫之间并没有什么很深的感情 但是呢 他也非常感念这四年来安氏的付出 在他亲自写的《葬安氏志》中 对这位平民出生的女子也极尽了哀痛之情 安氏去世以后 也是为了照顾尚且年幼的一对子女 袁枕又娶了一位正妻 这位女子叫裴淑 来自于河东裴氏 不过呢 她的这一只已经是没落了 她的父亲是谁都未见记载 所以袁枕娶裴氏 绝对不是什么屈炎富士潘高枝 裴氏后来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但很可惜 袁枕的两个儿子都是先他而去 最后袁枕竟然是无子 袁枕娶了裴氏以后 官倒是越做越大 但是呢袁枕并没有纳妾 这在当时来说 以他当时所处的官位 确实是非常罕见 好的以上呢 就是关于袁枕这个所谓渣男犯的四宗大罪的另外一种说法 首先呢 我要声明一下 以上这些说法并不是我研究出来的 我本人呢 不过是一个历史的传声筒 我做不了历史研究 这些观点都是吴淑斌先生历经了28年的研究成果 吴淑斌先生是一代慈宗唐归章老先生的高祖 在他开始研究袁枕之前 对袁枕的定论 因为有了像陈音阙鲁迅这样大人物的背书 已经是盖棺论定 吴先生敢于挑战这些在历史上的禁区 挑战权威光这点精神就非常值得我尊敬 现在吴先生关于袁枕的很多观点 已经得到了史学界很多人士的支持和认可 所以说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些什么袁枕渣男呀等等这些的帖子 实际上已经不是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当然了 我刚才说的只是有关袁枕的私德 并没有涉及到他功德的这方面 而在这方面正是吴先生的琢磨最多的地方 陈音阙先生批袁枕说他有两大缺点 一个是巧婚 就是说他攀附权贵 攀附伟家 这一点呢我相信大家已经很清楚 当时是伟下卿看上了袁枕 而并不是袁枕想主动的巴结伟上卿 袁枕也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巧婚之说不知是从何说起 再有一个就是巧婚 说的是袁枕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巴结宦官 这方面呢因为涉及的内容非常多 所以呢今天呢就不能一一述说了 但总的来说 袁枕最后身居宰相之位 并不是因为他攀附了宦官 而是因为他的执政理念 与唐木宗的执政理念非常的相同 而且唐木宗又非常欣赏袁枕的才华 所以最后他才坐到了宰相的位置 而正是因为最后宦官集团的陷害 他才被贬出了长安 在袁枕做监察御史的时候 他就和宦官们关系不好 曾经还和宦官们打过一架 脸上被宦官甩了几鞭子 有可能还留下了疤痕 袁枕终其一生的仕途 并没有从宦官那里得到什么好处 他为官的这些年 不是挑战东川节度使这样的藩镇 就是挑战当时的宦官 而当时的唐朝 宦官和藩镇的权力是如日中天 袁枕敢和这两大势力挑战 这也就难怪 他最后的仕途是一扁再扁 但不管扁到哪里 是浙东还是达州 袁枕在当地都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也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 其实袁枕被黑 并不是说近年来才出现的事情 实际上是从晚唐的时候就开始了 而根本的原因很可能与当时的牛里党争有关系 当时不管哪个派系的人都被对方抹黑 而且被污化的罪名也非常有意思 袁枕的盗王师当时也是感动了很多人 很多人也都知道袁枕对王七的那份思念 所以也正因为此 袁枕就被污成了一个渣男 一个父亲烂情之人 而写下了除和日当午 汉地和夏土 这样一个节俭之势的李申 却被污化成了一个腐化之人 所以说这种污化很可能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种延续 当然了我在这里也不是说圆枕就是完美的 他也有很多他自己的毛病 比如说大家知道的侠迹行为 但是呢 这种侠迹在当时唐朝的文人来说 是一种社会风气 按当时的道德标准 这一点是不应该受到什么指责的 我们今天的人更不能站在上帝的视角 以金人之刀斩古人之手 唯将中叶长开眼 暴达平生未斩梅 这也是袁枕浅卑怀中的两句诗 分享给大家 是希望大家在看完我的这个节目以后 在读圆枕的这些情深意切的道王诗的时候 不会再有那一丝被欺骗的感觉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